嗚呼 小朋友就變漂亮啦 我現在接長牌後 桃花可是很旺的 丫頭不要對我尖叫 賣飲料搶憲哥 哈囉 先生你好 需要一杯我們的招牌嗎 欸 這不是前黑色位妹妹丫頭嗎 原來她去年11月和四個好友 合資200萬元開了間茶飲店 生意還不錯呢 這是店名叫做不要對我尖叫 我們第一家店在中山捷運站的後面 那其實這個店名的由來也很有趣 就是我們的創想人 就是他覺得現在人的生活壓力太大了 像我的老闆就很常念我 然後他就一直叫我買房子 因為他叫我買的是跟他同一棟欸 然後還同一層樓 就是我下班以後回家不只想安靜 我不想要在樓梯口還遇到憲哥就嘿嘿 我不想 所以就是這個店名也是送給憲哥的 不要再對我尖叫了 身為股東要多做些飲料來駕駛十足喔 只是怎麼會開在箱子裡呢 其實我們開店反而是要求不要在大馬路上 店名就已經滿有吸引力了 那因為我們的茶都是老茶莊的配方 其實是真的好的茶葉 因為我們的飲料都是做漸層的 非常適合女孩們拿一杯拍照 而且我們非常有信心 因為現在滿多加盟都在談了 就是我們都還沒有放消息喔 我們現在的市也是全世界 像是加州啊 德州啊 香港 然後我們廣東 成都 馬來西亞 說顯榮心的茶飲店就不得不講到納豆了 很好奇 你覺得 那納豆哥的就是非常傳統的手搖飲料店 可以學習的前輩 因為他的飲料店真的加盟得很快 那我們是走文青的路線 所以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他的其實都只是風格嗎 不是 娛樂動新聞 那既然要投資產品 那就投資LED就好了嗎 所以我們要投資產品 報道